两百六十集 哎呀 你看你们这些年轻人 就是沉不住气呀 只要听到这个三煞位的凶险 但却忘了这个痘字 如果没有风险的话 那何来痘三煞之说 倪少光毫不在乎地笑了笑 倘若一旦成功了 那可就财运横通 腰缠万宽啊 所谓要快发就是这么来的 斗倒这三煞位 就能快速地积累财富 一生俘虏享用不尽 可是舅舅 成也就罢了 倘若是失败 那可是家破人亡万劫不复啊 林语急忙提醒了一句 败 你忘了我是什么身份了吗 别人兴许会败 我堂堂的周易协会会长 可能会败吗 倪少光挺直了腰杆 脸上再次浮现起了满满的傲气 这些年他的饭店干得顺风顺水 靠的就是他这一首精妙绝伦能掐会算的玄学知识 对他而言 早就已经把风水研究透彻了 而为了今年这斗三煞 他已经足足准备了一年多 所以现在自然信心满满 舅舅 您可得三思而后行啊 就是啊 舅舅 这事来说风险还是太大了 周辰和沈玉轩两个人听了林语那句 家破人亡万劫不复 吓得脸色都绿了 急忙劝倪少光 你们这些小毛孩子懂什么 行了 回去吧 我这儿都已经准备周全了 绝对万无一失了 倪少光说完 没再搭理他们了 也不打算和他们一块去吃饭了 叫着小舅子和几个工人便进了屋 唉 林语望着他的背影 轻轻地叹口气 很多人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总会忘乎所以 当局者迷吗 在林语看来 倪少光现在就是 这斗三煞是何等凶险呢 哪有万无一失之说 否则人人都去斗三煞 古往今来因为斗三煞 家破人亡的例子 那是数不胜数 倪少光恐怕 也要布这些人的后衬呢 家荣 你可得救救我救救我 周辰顿时急了 一把拽住林语的手臂 林语呢 也有些无奈地摇摇头 我也没有办法 唯一的法子就是让他不要动 可是他不听啊 周辰 你给你外公和你妈打电话 劝劝他 沈玉轩急忙提醒他 对啊 我怎么忘了这茬了 我这就去打 周辰一拍脑袋 急忙转身去打电话了 林语也没阻止他 但是觉得单靠家里人 恐怕很难说动倪少光 因为看着倪少光 雷打不动的态度 绝对是要一斗到底的 他略意迟疑 赶紧跑到屋里 冲倪少光说道 舅舅 既然您决心要斗三杀 那我也不劝您了 不过您能不能告诉我 您打算怎么斗 我呢 在这个方面不太懂 我想跟您讨教讨教 倪少光一听这话 他顿时来了兴趣 说道 小伙子 你刚才没看到 我正在跟几个工人师傅 商讨门头的安装吗 林语点点头 实话告诉你 我命中这劫煞叫 夜半修粮不欲起 鸡鸣三变万事吉 意思是说 我半夜整装门头 只要不遇到乞丐 鸡鸣三变天亮之后 就万事大吉 至于其他的碎煞灾煞 我早有了破解之法 倪少光扬着头十分得意 开玩笑 没这金刚钻 他绝对不敢揽这瓷器活 那您可曾想过 半夜要是遇上了这乞讨的 那怎么办呢 林语皱着眉头担心说道 哎呀 小伙子 你这不是傻吗 你见过 哪有叫花子 半夜起来要饭的 没等倪少光回答 一旁的秋松笑着 噎语了林语一句 不错呀 这条街 没什么开到半夜的大排档 怎么可能遇到叫花子 而且 我为了以防万一 特地把门头的时间 定在了凌晨两点 到时候 别说是叫花子 就是连个人都碰不到啊 倪少光自得地笑道 林语眉头紧簇 再没说什么 沉默半晌 他才说道 那 朱舅舅 能够马到工程 风凶化急了 哼 借你提言啊 小伙子 倪少光淡淡一笑 心里颇为不屑 自己什么时候 用得着他这个后生 来提醒呢 呃 舅舅 这块石头 能送给我吗 林语 抬头瞥见角落里 放着一块 黑乎乎 拳头大小的石头 应该是从雕塑上 刻下来的 便提到 要把这石头带走 行行行 送给你了 快走吧 秋松有些不耐烦地 冲林语招招手 迫切地 想要把他打发走 林语把石头 带上之后 便出了店铺 顺手把石头 往边上一抛 石头咕噜噜 滚到了旁边 林语便再没管他 我打完电话了 一会儿 我外公就 给我舅舅打电话了 周辰笑呵呵地说道 放心吧 我外公在我们家 说话很管用的 他话音一落 就见倪少光拿起了手机 走出来 一边走 一边连声答应 呃 对 对 爸 是有这么回事 哎呀 您不知道 我已经做好了 万全的准备了 哎呀 好好 听您的 哎 您别生气呀 哎呀 听您的 这店我不开了 不开了 啊 您别生气呀 哎呀 哎呀 好嘞好嘞好嘞 接着 倪少光挂了电话 不由苦笑一下 指着周辰 嗯 哼 哎呀 臭小子 这下 我不逗了 你开心了 说完 他走进了屋里 和几个工人说道 呃 行了 大家都回去吧 我这个店啊 暂时不开了 门头 也不装了 周辰和沈玉轩 听到这话 不由得长哭口气 颇为兴奋 但是林鱼脸上 却没太大反应 倪少光这一套 骗得了周辰他们 却骗不了他 果不其然 当天晚上 凌晨一点钟的时候 整条街万籁聚集 没有一丁点人影 一轮圆月挂在空中 一辆黑色轿车 从街口缓缓行驶而来 到店铺前便停下来 随后从车里钻出一道身影 正是霓少光 他刚到没多久 一辆载有门头的货车 便行驶过来 四个工人利落地从车上下来 将门头和钳子 电焊等工具拿了出来 随后邱松也打了个车 急急忙忙赶过来 手里头拿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装着一大包的东西 冲倪少光说道 姐夫 东西都拿来了 开始吗 倪少光抬眼看了一眼晴朗的夜空 点点头 定声说道 嗯 开始 他话音已落 便伸手把小舅子手里的塑料袋 接了过来 从里面掏出一面铜镜 几枚铜钱和一把共箱 随后呢 他拿着铜镜走到了店铺门口 选择好的角度 将它固定住 对准了接对口的墙角 接着他直起了三枚铜钱 仔细一眼了一眼 见全是乾隆年间的 这才将三枚铜钱 分别放在了东南 西北 西南三个方位 接着将共箱 往铜钱的前眼中一插 点燃之后 只见那共箱 不借助任何的外力 便能直挺挺地立住 纹丝不动 哎呦 姐夫 厉害啊 秋松呢 不由地竖起了大拇指 讨好说道 这些年 他跟在他姐夫身后 没少沾油水 所以他对这个姐夫 可谓是心悦称服 虽然明知道 斗三煞有风险 但是他还是 奋不顾身地跟着来了 他认为 凭姐夫的能力 绝对不会有丝毫的差池的 行了 开始装吧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顺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